各位同學,大家好! 今天我們要講的主題是 Recurrent Neonetworks 我們今天大概會稍微介紹一下 Recurrent Neonetwork的設計 還有在訓練上要注意的地方 接下來我們會講一些比較進階的主題 比如說一些方法 像Tension或Explicit Memory 讓Neonetwork更Powerful 最後我們會看一下目前RNN和一些Case 一些比較新奇的地方 我們就先從Design開始講起 我們先介紹所謂的Velina RNNs Velina RNN意思就是說不加料的RNN 就是最一般的最普通的RNN 在講RNN之前我們先回顧一下 就是說到目前為止我們在學Machine Learning 都用到了這樣子的一個假設 就是我們假設我們的Data Point 基本上每個Point跟Point之間 他們的Distribution是ID的 對不對? 可是你知道這件事情其實不見得在每個Application都成立的 其實在很多Application裡面 其實我們拿到的Data 可能會是所謂的Sequential Data 也就是說這個Data Point 它來的順序其實是 是follow某一種Order的 那前後的這個Data Point 它們彼此之間是有相關性的 我舉個例子來講 比如說我們如果把這個X 當成是這個Letter 或是Character的話 那Character出現的順序在一個字裡面 當然是前後會有關係的 對不對? 因為如果字 有些字跟有些字之間 其實是不會接著出現的 因為人沒有辦法發出那個聲音出來 對不對? 那同樣的道理的話 如果我們把這個X 當成是Words的話 那Words呢 在一個Document 或是在一個Sentence裡面 出現的順序 當然也是前後會有關係的 對不對? 好 那比如說我們看語音好了 比如說我們今天要用 用嘴巴講出一個字的聲音 比如說像Machine 這個字 或是Learning 這個字 OK? 那Machine這個字在講的時候 其實會有M 和SH 對不對? 那這種叫做Phonomy 就是最基本的這個發音的這個 這個音節 那這些音節呢 出現的次序 當然也是前後有關係的 對不對? 好 那再來我們看看 比如說 像這個 網路上的這個Section 這個Section裡面的這個每一個PageClick 如果我們把這個PageClick 當成是這個X的話 那PageClick出現的這個前後 的這個Click呢 也是會有Dependent Dependency 對不對? 因為你看下一頁的網頁 可能會Dependent上你前一頁看什麼 對不對? 好 那再來像Video 如果我們把這個X 當成是一個Video的Friend的話 好 就是每一個畫格的話 那這個時候呢 這個前一個畫面跟上一個畫面 當然也是會有關係的 對不對? 所以其實你可以想到很多實際上的例子呢 基本上你拿到的Data 其實是Sequential Data 也就是說呢 這個每一個Data Point之間 我們這個ID的這個Sumption 其實是不成立的 好 那通常如果你拿到Sequential Data的話 好 我們會把我們的Data Set 表達成是一個Tensor 好 這個Tensor呢 其實是很多這個大寫的這個XN 這個極 那這個N就代表的是 你是第幾個這個Data Point OK? 好 不過這個Data Point呢 現在稍微比較複雜一點 好 這個Data Point我們寫成這個大寫的X 好 好 那我們稱它是一個Sequence 好 這個Sequence你把它看進去裡面的話 它其實是很多這個X跟Y的這個Pair OK? 好 那這個Pair你可以看到 除了上巴有N 代表的是第N個這個Data Point以外呢 它還有另外的Index是T OK? 好 那這裡面的每一個X呢 基本上是D為的 好 這個Y呢 是K為的 OK? 那這個T呢 它是大T為的 OK? 好 那有時候我們在表達這個 一個這個Pair的時候呢 我們可能會把N拿掉 因為我們 如果我們今天focus在同一個Sequence的話 我們只看T的話 我們就可以把這個N的這個Superscript拿掉 OK? 好 那這邊要注意一下 就是說 我們通常會稱為這個T 這個大T 叫做Horizon OK? 也就是說 我們在Train的時候呢 這個X呢 跟Y的Pair可能一直來的 好 來來來來來 可是我們在Training的時候呢 我們拿這個Dataset的時候呢 我們可能會 只取比如說 連續的100個 這個X跟Y的Pair 好 那這個T我們就會設100 這樣子 OK? 所以這個T就叫做Horizon 好 那這個Horizon呢 這邊也要注意一下 這個我們其實是簡化的表示 在實物上來講的話 你根據不同Application 可能X跟Y的Horizon是不一樣 也就是說 X呢 可能在某一個T裡面 就只有X沒有Y OK? 好 那到了某一個T之後呢 又同時有X跟Y 所以 Y的這個Horizon 跟X的Horizon 可能不大一樣 好 那也有可能是不同Data Point之間 不同的這個N之間 好 這個T也不一樣 就是說 有些這個XY的這個Pair呢 在某一個這個Data Point 在某一個Sequence裡面是比較長的 在另外一個Sequence呢 是比較短的 這也是有可能的 OK? 那這是Notation 這邊請各位注意一下 好 那 接下來的話 我們就來講一下 就是說 Given這樣子的一個Tensor 這個Dataset 這個Sequential Dataset X 那我們怎麼樣去Model 這樣子的Sequential Data 讓我們可以去做Learning呢? 好 那 這邊呢 就有一個 不會太難的想法 就是Recurrent Neural Network 我們學過Neural Network 對不對 那如果今天呢 我們 讓這個Data 如果他們之間是有前後關係的話 那我們就可以 稍微 Extend一下 我們所學的這個Neural Network 讓它變成是所謂的 Recurrent Neural Network 那這個也是我們 一般指的這個Belina RNN 也就是你下面看到的 這樣子的一張圖 好 這個是什麼意思呢? 好 我們先假設一下 就是說 在這個RNA裡面呢 它有個基本的假設 就是 當第1個 這個Time Instance 或是Timestamp 這個我們看到的這個Y呢 它只會Depends on 這個XE一直走走走走 走到XT 可以嗎? 也就是說你這個YT 產生的原因呢 只會跟XT 然後還有它之前的這些X 那有關係 那並不會跟Y的T-E啊 也不會跟這個X的T加E啊 有什麼Dependency OK? 好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呢 那我們是不是就可以做一個 就是說 我們就把這個A 就是我們現在原本 這個值的 你把它想像成是一個 我們之前看的一個 Neural Network 我們通常在講 那在之前 學這個Deep Learning的時候 我們會把這個 直的 這個Neural Network 放平來看 就是水平 那我們現在 因為有時間這一走 我們把它拉直來看 好不好? 所以這個越往上走 越深 那走走走走到最上層 最深層之後呢 它就是這個Output Layer 那這邊呢 接一個這個Cost Function OK? 好 那我們看一下 比如說 在這個第1個 Timestamp 的這個Output 的這個Output Neural 好 那它 因為我們假設 這個Yt Depends on X1到Xt 那我們就想辦法 讓這個A呢 它也只Depends 它之前的 這些X 就好 可以嗎? 那怎麼做呢? 那它會Depends on Hidden Neurons 的Activation 對不對? 好 那我們就讓 這個Hidden Neurons 基本上 它會Depends on X 還有之前一個Timestamp 的A Deactivation 可以嗎? 所以式子可以寫成 是這個樣子 我們可以看到說 這個Activation呢 DKT個 這個 DK個Layer DT個時間 Deactivation 會等於是什麼? 等於是ZKT 那Z是什麼呢? Z就是 就是從 原本這個Deep learning來 就是 從上一層 比較淺層的 這個Activation 乘上個W 就從下面往上走 OK 再加上 一個新的東西 是什麼呢? 是從 前一個時間 但是在同一層的Activation 乘一個U 也就是從這個地方 走過來 可以嗎? 那把它加起來就變成我們的Z 然後帶一個Activation 就是我們的A OK 那這邊各位注意一下 我們現在雖然沒有寫這個Bias 不過通常會有個Bias Turn 不過我們這邊就是省略 好不好? 你可以把它併到這個 這個Matrix Form裡面 跟我們之前講的一樣 好 OK 那我們這樣做的之後 你各位可以發現一下 就是 這個 在D T個時間的這個A 不管你是哪一層 基本上他都Summarize 這個 XT 一直往前走 走走走走走走到 X1 對不對? 好 就是說 在這邊的話 這個At呢 其實它Summarize 在它包含 XT 之前的所有的X 怎麼說呢? 你可以看一下 這個At呢 其實 是從X 做一個Transpose 上來 然後再帶一個Delation 對不對? 所以它包含了這個XT的資訊 那它又包含了這個 A的這個T-1的資訊 對不對? 對不對? 可是A的T-1的資訊 是從XT-1 轉換過來的 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把它想像是 它其實也Summarize XT-1 對不對? 那同樣道理 它呢 又會Depends on 前面 對不對? 前面這邊有個 At-2 OK? 那At-2 又Summarize XT-2 那依此類的圖 它就一直Summarize 到最一開始 這個X1 OK? 所以這個 At呢 基本上 就符合了這個 recurrent neural network 它基本的Sumption 就是Y T Depends on X1到 XT 對不對? 因為你的最後一個Output 基本上就會 Depends on 這個XT 一直往前前走 走到 X1 OK? 好 那這邊的話 當然我們可以讓這個 RN 是Deep的 就是說 我們這邊有一個 這邊是 X 你可以把它想像是 時間 對不對? 那 Y軸的話呢 你可以把它想像是 深度 對不對? 所以這邊說要我們 只畫了一層 就是X 有一個Hidden neural 然後接下來就接Output 對不對? 可是這邊其實你可以把它想像 它其實是有很多層的 也是可以的 OK? 那如果你今天有很多層的話呢 在不同層這個K 那 這個 不同層的K 基本上它還是 就 Summarize 這個 在第1個 Timestamp 之前的 這個Data Point 但是只是呢 有不同層嘛 所以越往深層走呢 基本上就是 跟我們之前學的一樣就是 越這個所謂的 Abstract 的這個 Summarization 對不對? 好 所以基本上呢 這就是 基本的這個 RNM 好 那這邊同學要稍微注意一下 好 我們看一下這個式子 好不好 我們說這個A呢 是 從這個 前一個時間 同一層 的A 帶一個U的Transformation 對不對? 好 然後再加上 同一個時間 但是 淺層 上一層 的Activation 帶一個W 對不對? 好 那各位仔細看一下這個U跟W 好 他們的上標是沒有T的 對不對? 有沒有發現 好 我們這邊 你可以看 這個Z啊 A啊 基本上都有T 對不對? 也就是說 這個A 這個A 或是這個X 那基本上都會 隨著時間 而改變 但是 這個W 還有這個U 是不會隨著時間 改變的 OK? 也就是說 雖然我們這邊畫了好多個這個箭頭 好多個這個W的箭頭 好多個U的箭頭 可是這些我們指的呢 其實是同一個U跟W OK? 也就是說 他們是share across time instant 這些wait 我們要認的這些wait 是share across time instant 所以這邊我們雖然畫了好多U跟這個W 其實我們只要認 一組 這個 一個W1 一個U1 一個W2 可以嗎? 可以喔 好 那 這樣子 其實你可以把它想像成是這樣 就是說 這個 RN呢 它 還有另外一個 assumption 是 它假設呢 這個 在不管你是哪一個時間點 你從上一個時間點 transit到下一個時間點 的這個transition OK? 比如說這個U 基本上是所謂的time variant 也就是說 這個transition呢 是不會隨著時間而改變的 可以嗎? 好 那同樣的道理這個W 好就是從下一層比較淺層 好 然後往上走到比較深層 這個activation 好 也不會隨著時間改變 可以嗎? 可以喔 好 所以基本上這樣的話我們要認的這個 這個weight matrix呢 其實並不會隨著時間增長 而變多 OK 好 那我們要認的呢 其實就是 U 跟W 可以嗎? 可以喔 好 所以這個地方稍微要注意一下 這個weight呢 是shared 好 那還有另外一個東西要注意的是 這個RN呢 其實是有memory的 好 怎麼說呢? 好 我們通常在畫這個RN的圖的時候 好 有另外一種畫法 就是把它fold起來 好 所以往左邊走呢 我們可以看到 有一個 只有一條線 一條直線 的這個RN 對不對 好 那我們說左邊的是fold的版本 右邊的是unfold的版本 他們代表的是同一個RN OK 只是畫法不一樣 OK 那右邊這個我們剛剛看的這個RN 是讓這個每一個這個activation 隨著時間 我把它repeating的畫出來 OK 那左邊的話呢 不是 左邊的話呢 是從比較系統的觀點來看 就是我到底要train什麼東西 好 比如說我今天只要train這個W1 W2跟U1啊 對不對 那我就把它畫一次就好 OK這樣就比較清楚 這樣就不會有個誤解說 好像W我要train好多個 對不對 其實這邊你只有一個而已 OK 那這邊還有 這邊做folding還有一個好處 就是 它可以把這個memory explicit的畫出來 你看 我們在這邊 在畫這個unfold的圖的時候 這個U呢 它是要怎麼樣接這個A呢 比如說我們看這個U要怎麼接這個A 它其實是要把上一個時間的A activation 去乘上U這個matrix 對不對 然後當成是現在這個時間的A的input 對不對 就是那個Z的 就是part of the Z 對不對 好 那有沒有想過上一個時間的A要怎麼來啊 當你今天在trainXT的時候 當你今天在trainXT的時候呢 上一個A其實是要存起來的 好 那從folding的圖看就會比較清楚一點 就是你現在其實只有一個這樣子的network 然後你在train的時候呢 是不斷的把XT-1 T T T加1 一直帶進來 OK 然後它有它的output 然後你去算個cost function 然後帶一個XT-1 算一個cost function 然後去update weight 然後帶XT 然後算個cost function 然後用backprop去update這個weight 不斷的這樣帶 OK 好 可是你在帶的時候呢 這個A你要算的時候 那它必須要有上一棟的A乘上U 你才可以算Z對不對 好 那上一棟的A存在哪裡 就存在這一個黑色的這個block square裡面 OK 這個黑色的這個小正方形呢 我們把它想像成是memory OK 也就是說你這一棟在第一層hidden layer的output 要先把它存起來 存起來之後呢 等到你下一次再帶這個datapoint的時候 新的這個training instance進來的時候 你要把這個存在memory裡面的A讀出來 而且乘上一個U 然後加到現在這一次A的input 就是part of那個Z裡面去 OK 好 所以這樣畫的話呢 其實從系統的觀點看會比較清楚 就是你要train的就只有一個weight matrix 一組這個weight matrix 並沒有隨著時間 而要train很多組這個weight matrix OK 那memory的部分也比較可以看得出來 就是哪裡是要存的 OK 好 好所以這兩種畫法 你在這個literature 就是在一些study的時候 通常有時候會看到它 有時候會看到它 那基本上你要知道他們表達的 其實是同一個neural network OK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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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先衝一下 感谢观看